巴基斯坦击落苏-30讨论终于有结果 最初 印度媒体也报道巴空军击落了苏-30 然而在来自高层的压裂之后 每个印度媒体渠道都被迫不再讨论此事 事实上在2019年2月27日 印巴空战当天 印度媒体有报道走失一架米格21 还有一架苏-30在实际控制线100公里处坠毁 结果事后有关苏-30坠毁的消息统统神秘蒸发了 当一架骁龙战斗机追赶并击落一架 印度苏-30战斗机视频 在社交媒体曝光后 巴基斯坦击落苏-30讨论终于有结果 它只有7秒钟的视频 显示一架飞机在追逐另一架飞机 这是骁龙战斗机追赶苏-30并击落它的时刻 不能确定骁龙跟踪苏-30之后 是否发射导弹确实击落了 但是参战是肯定的 要知道巴基斯坦没有任何双引擎战斗机 相信还有很多东西要出来 只能说巴铁空军打击威力太大了 震撼和警卫是骁龙的最大元素 有人可能会说视频不清楚 然后有军迷就截图并做了同角度对比 确实是骁龙和苏-30 按现代空战越来越依赖空情的发展情况 苏-30加米格-21的战术组合 是符合俄国和印度空战战术思想的 反而双米格-21战术根本不符合现代空战 当初苏-30的卖点之一就是可以空中指挥轻型机 巴基斯坦空军的骁龙是标准的三代配置 雷达和电子包括导弹胜过苏-30 毕竟苏-30服役已久 是上世纪的过时技术 所以只要骁龙利用自己雷达和航电优势 轻松锁定苏-30战机 并且击落它 印度最初否决了任何损失 但是有关苏-30的损失已通过视频 被俘飞行员、飞机残海和采访文件得到证实 然后印度花了差不多30个小时想出什么办法呢? 印度方面说F-16发射的一枚中程导弹残海 被自己截到 然后被印方击落 实际上为了掩盖骁龙战斗机击落苏-30尴尬 印度声称击落了F-16并展示了 一块M-120岁导弹残海 还有鞭炮 不过网上分析M-120岁合同好 已交付给许多地区的空军 未必真是8公斤的 印度人知道巴基斯坦肯定会否认使用F-16战斗机 因此能够借机否定并掩盖苏-30被击落的事实 印度现在更加努力地在 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制造裂痕 此外 印度媒体积极专家将所谓拍到的F-16视频 后来从碎片到发动机和所有东西 包括坠毁战机上写着编号 也被证明是谎言和宣传 甚至特朗普都当面质疑印度信口开核击落F-16 洛马公司也抗议印度乱造谎言 此外 如果印度飞行员 真的成功积枉像F-16这样的战斗机 它就不会罢免西部空军司令部的司令 所以随着更多细节逐渐浮出水面 巴基斯坦空军一架相农战斗机 首次空对空打击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 驻扎在巴空军米纳斯基地卡姆拉14中队成员 与他们的指挥官一起庆祝空中胜利 2017年2月16日 巴基斯坦空军正式为14中队 配备巴基斯坦航空综合体生产的骁龙战斗机 首批16架骁龙战机取代了最后一批服役的殲-7战机 巴基斯坦空军目前编制有拥有6个骁龙中队 其中5个位作战中队 他们分别是第2中队 第14中队 第16中队 第26中队和新组建的28中队 以及空军指挥学院 随着比路支撑骁龙中队的进驻 巴基斯坦所有作战方向都部署了 三代标准的骁龙战斗机中队 这也意味着骁龙成为了巴基斯坦空军的主力 美制F-16反倒变成二线战机 第15中队和新组建的 相机 回答 来 感谢观看